江西航空就是飞机上大妈和女乘客一个年轻的把吵架 穿上热搜我们看一下啊事情经过 要不要再吵再吵我帮你去 不要再吵吵了要不就障碍公寓了 我知道那你不要再吵吵好吗行吗 那他平常骂我了 没有我现在已经把他带 他平常骂我了 你干啥呢 他骂我了 没有我现在已经把他带 他平常骂我了 你干啥呢 你平常骂我了 你又加点臭屁股 你又加点臭屁股 大爷 大爷 小姐都骂我 行了行了 你不可举丁我 行了阿姨 现在已经过了 我帮你调整个位置 咱们走了 咱俩那机场边后边的 他俩不打他 知道吧 没事 到时候帮你收拾 咱不收拾了 行不行 飞机也是美国人坐的 恩外是不是洋机啊 也是美国人的 当然美国也有一多半傻瓜笨蛋 粗鲁的人 骂家 骂街的人 大漂亮傻事 说 大漂亮傻事 可能是义和团了 说起来义和团 那边 也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我看科匹 扎口 闭口义和团 为什么说义和团呢 那个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又直接又说义和团的事 科匹就骂民进党啊 就关于服貌的事啊 自己在那里搞来搞去 自己在那里搞来搞去 科匹愿意和大陆做生意吗 这个民进党 一会儿说做一会儿说不做 让科匹大骂 将近航空这位没素质的大妈我说句话真的是还是头一次见 我比较常见我觉得身边人都是这样的人 肯定的这个大骗的傻事是高档人啊 视频里被骂的 骂人的 还是杨鸡 还是那些个工作人员 我觉得 全都是看不出来高档人那个样子 全是普通人 所以大骗的傻事 看来是高档人 还是头一次见 别人不换座 他就直接对着别人开口闭口 国骂 一直说一直说 全然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女性 你自己的女性在拉拉呀 什么跨性别呀 多性别很多呀 甚至还有无性 无性者呢 骂人怎么骂呢 根本就没有任何羞耻可言 还有那位工作演员也是 有点欺远怕硬 这个倒是有一点 大骂骂都这么难听 你不把他拉走 你现在人家正常的乘客猪嘴 什么道理呀 我说真的 我长这么大 我都没有 像大骂这样骂过别人 你高档人吗 在这里我就想到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无性别恋 他是不是也还是用国骂 也是的 其实这句骂人的这话 他里面包含的东西 他不真的是自己识操的那个意思 他是性羞辱 就是生命来源的羞辱 我们生命来源因为是不洁的 性是不洁的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骂人 如果基督徒或者有的基督徒可能这方面好一点 生命的来源和上帝有关系了吗 和你的性 你性就是个载体 是吧 那我们能活着空气还是这样的一个载体了 或者这个从业者或者这个辅从的工具 那骂空气啊 你不给你空气你活不了啊 不给性肯定人活不了啊 骂谁 谁也是人的宅宅骂谁啊 所以说这个性羞辱 逻辑上是很站不住脚的 会失去兴趣的 这个是首先摆脱的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应该可以看到这一点了 放弃国嘛 大熊都十年了 我也不知道 给我学了十年手艺了 也不知道学会没学会这一点 好 看罗昭君律师怎么说 蓝色制服应该是空景 很多人说视频中那个蓝色制服也是空秤 这其实是不对的 穿白色的衬衣才是空秤 穿蓝色制服的是空中警察 他确实有执法权 不过视频中明明是大妈一直在张牙舞爪 骂骂咧咧空景却威胁小姑娘 说他妨碍公务 企图各大五十大版 这何悉尼的水平 和我日常工作中遇见的地面公安一样 他自然而然嘛 他就是这样的嘛 他们想尽快平息世界 哪边软一点搞定他 也是不错的 FATII这是个什么媒体啊 他叙述的比较长 他说江西航空这件事 胖是和高铁上老人不让前排放倒靠背 那事一起刷到的 当时还感慨 是坏人们变老了 还是扎堆出门了呢 这个讨人 这个坏人变老了 这些个事 你这什么意思 你们 我 年龄 年龄 诸心哪 是什么 只有事论事就好了 不要弄上了教祖对教徒的那个逻辑到世俗生活里来 还是批评文革呀 这啥意思 这句话呀 当时看到一个说法是江西航空给老人升了舱 第一反应是这可不合适 这不是助纣为孽吗 但是秉着对当下视频的怀疑态度马上想到江西航空很多飞机没有商务舱 果然今天江西航空回应了那飞机全是经济舱没升舱 前排是空间宽敞一点高档的经济舱 严格来说也算是升舱 虽然没有升舱 但是秤务组的处置嫌还是有问题的 不过这个我们后边说说啊 先来说说飞机上为什么要对号入座 一设计一道飞行安全 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要保持平衡很重要的 飞机的重点要保持在机翼与机身交叉的位置附近 太前太后都影响到飞机的控制 而且需要配平 特别是航班不满的情况下 配平更需要谨慎 第二设计安保 大家都知道坐飞机要安检 如果有乘客登机了又要下飞机 那么至少需要局部清舱 确保他没有遗留任何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物品 航班才能出发 如果这个旅客在飞机上换过座位 那么两个座位的范围都要清舱 如果机主判定风险较高 甚至要全部旅客下机彻底清舱 第三设计到机上秩序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这次事件是机上换座造成 舀客秩序的一个案例 登机期间换座会阻塞过道 很容易造成航班延误 更不用说在调查身份的时候 因为你们换过座位很难判断身份 说到客舱秩序 这个是事件中江西航空做的最不好的地方 这名乘客已经对客舱秩序造成影响 且出言威胁其他乘客 还说同性人士精神病 那么出于对其他乘客的安全负责 以至于对民航法规的尊重 是否应该聚载这名闹市的乘客已经效忧 如果当时聚载了这名两名乘客 交由执法部门处理 后续也不会出现闹市反被升舱的舆情 如今也不会上市热搜 虽然那样也可能会有被媒体炒作欺负老师人 但是闹市视频一出 相信舆论很快会翻转 江西航空的处置和高铁 总对高 瞪着老人回应 没有硬性规定一样 虽然抱着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心态 可是在人人是自媒体的年代 这样弃远怕任 事后又采取冷处理 而不对大众进行正确引导的处置方法 只会造成不良示范 给日后埋下更多的雷 才入门说 一架从青岛飞往沈阳的航班登机时 旅客老太太想跟临座女子调座位 遭到女子的拒绝后 两人因为调换座位 发生激烈的争吵 只看这篇报道的内容 那江西航空处理的没问题 首先 航司不是行政部门 没有任何执法权 但作为一家企业 在不侵犯那位女生的权益下 也安置了那位虽然不讲道理 但是也是乘客的老太太 但最好还是要一些个政策 这些不遵守规定的乘客 不能乘机 或者一段时间内不能乘机 空城在圈架时 嗓门大了 对女生说别操吵 这个态度可能让这个女生 和看了视频的网友 都觉得不太友好 在这种情况下 你首先要做的是 停止和不讲理的人争吵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一个狗咬了你 难道你咬回去吗 哎呀 这样也不要说狗 很多人喜欢这种 用狗咬你 你咬一咬不好咬回去 哎呀 就和性羞辱一样 不搞性羞辱了 就搞动物羞辱 哎呀 你说 小狗狗很可爱 好吧 不要 这里面有小狗狗的事 不要牵涉小狗狗 他哪里都有这个 不觉醒的人 我觉得有一天 我碰到这样的事呢 低度的和中度的 我都可以 这个 所谓的 不被牵动 我的情感 理性客观的 看待这些事 但是如果太过分 我的感性也会上来 是吧 也会跟你们一样 搞得一嘴毛 一地鸡毛 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是热搜榜一 我们这个榜一 应该给老胡 有人指责老胡 这个 大发奇才 老胡说别人心术不正 这不对 老胡你应该要 老老实实的解释 是吧 你有没有大发奇才 哪些是正当的 哪些可能是别人误解你 那你别人质疑 你就说别人缺德 你这个有问题 实在不行 我们把热搜榜一 可以放成拜登啊 川普的道德怎么样了 因为自己的道德 好像都是圣人 不能谈嘛 那谈他的也行 不要谈这个空乘了 这个女乘客了 这个老太太了 这都是跟我们一样的 普通人 是吧 他们都需要别人 拿一把的自物觉 自物觉 觉悟很难了 犯法就犯法 就执法机构执法 没办法 就不要全社会 对这个底层人 进行道德大判断 谢谢大家